很多人在规划饭店旅游 毕竟下个月圣诞节就要到了 2023屏东圣诞节周五就先登场 屏东公园化身全台最大的粉红世界 包含巨型的粉红耶弹树 还有十二组的大型灯饰 六大主题活动 3 2 1 请点灯 2023屏东圣诞节正式点灯 屏东圣诞节主灯点亮 加上人工雪造景 大人小孩仿佛置身冰雪乐园 圣诞元素灯式环绕 加上顺利灯光效果 让游客忍不住拿起手机拍照打卡 屏东圣诞节活动开跑 屏东公园化身全台最大粉红世界 让民族感受粉红浪漫的圣诞节 感觉还蛮热闹的 而且主办当晚用心 固执得很精美很漂亮这样 粉红巨大圣诞树在夜晚点亮 颜色超吸睛 2023屏东圣诞节登场 今年有12组大型精美灯饰 6项主题活动 周末还有限定飘雪秀 亮的时间从11月24号 到明年的1月1号 每天晚上5点半到10点 有三区不同形态的灯光秀 让游客体验 今年我们的屏东圣诞节 是一个粉红的圣诞 那我们打破以前的一些想法 我们在这个造梦场 做了一个造梦的工厂 然后跟着造梦的大道 另外有这个圣诞老公公 还有啄木鸟 还有猫头鹰 做的这个书 大家都一起来看书听书 另外还有写上 Merry Christmas的奇幻绘画墙 屏东新政府从2019年台湾灯会 打响我屏东我驾傲品牌 今年创意再突破 邀请游客到屏东 度过特别的粉色圣诞节 到现在我去下宇宙 城外湖在屏东报道 都没有发生的 库章 我来看看 那来是想在下宇宙 而是想 habían 是想想想想想看 但这边就是 从真是不信价 我来说 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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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的 这个时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